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要给它坐标就可以表示了 但是如果是一个图形的话 上面有无限多个点 那这些点要怎么表示呢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图形上的点是xy 然后问这个xy 在图形上满足什么条件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个有xy等式 这是一个xy的关系式 这是传统的方程式 那我们也可以把xy 用一个变数t来表示 所以把xy写成t的函数 那我们呢 把这个t带入每一个可以带的数 得到的xy 如果都在这个图形上的话 我们就说这个式子 这个方程式就是图形的参数式 刚刚引入这个t这个变数呢 我们叫做参变数 或者简称参数 好所以回想直线的情况 例如y等2x这条直线 它的参数式是 自定x为t 那y就是2t 我们来看秒点的情况 所以x0的时候y是0 x1的时候y是2 x2的时候y是4 所以以此类推 x是t的时候 y就是2t 所以图形上来看 直线上的点xy 就可以表示成t2t 所以从图形上来看 我的直线上的点 它的y跟x的比例都是2比1 所以呢 如果我们翻成白话文 这个方程式 可以说成y是x的2倍 那参数式呢 就是如果x是t的话 那y就是2t 所以我们坚定x是t这个参数 所以把t呢 把数的实数带过一遍 那我的y 就是它的 就会跟着改变 都会是x的2倍 那这些图形 这些点都在这图形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圆的情况该怎么表示呢 好 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圆上引入参数 那模仿刚刚的情况 我们是令x为t 然后看y的变化 所以我们这边想一下 如果x是0的时候 带进去 我的y会等于多少呢 好 会等于1跟-1 那如果是2分之1的时候呢 我的y值 大家可以试试看 就会等于正2分之3 正2分之3 跟-2分之3 所以呢 如果x带t进去的话 我的y值 好 大家整理一下 会得到正负 更好1-t平方 那列表的话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圆方的是 指的是xy到00的距离平方是1 那圆的参数数的部分就是 如果x是t y就是正负 更好1-t平方 好 那这个t是不是 可以把所有的时数 带过一遍呢 好 大家想一下 因为x是t 那圆上的这个x座标 最小是从-1出发 最多最后到1 所以我们这个t有个限制 只能从-1带到1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个GeoGebra 大家可以用QRcode扫一下 然后等一下会呈现出 呈现这个图形给你们看 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GeoGebra这个页面 那我们利用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打出来的话图形是一个单位语言 那我们因为学过参数式 所以我们这边呢 要先建立一个参数t 那这边会请你创建一个拉桿 那我们按一下 就有个拉桿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打这个参数式 第一个x是t 然后y的部分呢 我们刚 要打根号的部分 我们就要按左边这个 有点像计算机的键盘 那你就可以 输入根号 然后1-t平方 然后按Enter 你就会看到一个点在这里 那我们呢 在这个点上面 按右键 然后显示轨迹 那我们在移动它的时候 就会出现对应的轨迹 但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是未定义的 因为呢 我们今天x t是圆上的点 所以呢 你这个t 只能从-1到1 所以我们这边点一下 就可以改变它的范围 那改完之后记得按Enter 所以我们再跑一次 那就可以改变它的速度 好 就会跑出半圈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 根号前面加一个负号的话 它得到结果 就是下面这半圈 所以呢 你用这种参数来表达的话 有什么优缺点呢 好 第一个它很直观的可以想到 但呢它的缺点 就是第一个它长的样子不是很好看 有根号 有里面有加减平方 那还有就是它只能表现出一部分的圆 不是上半圆就是下半圆 所以这边呢 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来想想有没有另外一个方式 可以表示圆的参数式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那个参数式的表达法 有它的缺点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 还有哪些元素 控制圆上的点的移动呢 好 我们回想一下怎么画圆 好 想像你在用圆规的时候 就是固定圆心拉出半径 所以圆上的点到圆线距离 是都不会变的 但是呢 如果你在坐标上来看 是不是从X轴正向到这个点的角度 是不断在改变的 所以 我们给定一个角度的大小 就同时决定了这个点上所在的位置 例如说 好 如果决定这个点的XY值 好 像以这个例子 圆心是00 半径是2 那 这个时候呢 我的 点的坐标是多少 那你要求点的坐标 你需要知道 看到一个直角三小型嘛 所有的0边 就会是刚号3 对边就会是1 所以 在30度的情况下 这个点坐标就会是刚号31 那 45度的情况下呢 好 你要求这点坐标 一样看到一个直角三小型 那这个时候呢 X跟Y 分别就是这直角三小型的0边跟对边 所以分别是刚号2 刚号2 好 这是从1比1比刚号2 大家一起同乘 刚号2 得到的 那如果60度的情况下呢 好 同样的 1比刚号3 所以 它的那个坐标 就会是1 跟号3 好 那转到第二项目 120度的时候 这个点的坐标呢 你会看到一个60度的直角三小型 那跟刚刚的情况是左右对称的 所以这地方 它的0边跟对边的直一样 只是因为是坐标 所以 有负号 有正负号 所以是 伏1跟号3 同理在135度的情况呢 你要找这点的坐标 你会看到 它的0边跟对边 好 是对称于刚刚45度的这个三角形 所以呢 它的坐标是-2 刚号2 那150度的情况呢 你要找这个点坐标 就会看到一个30度的三角形 对称于刚刚30度的情况 所以它的0边跟对边 就是-31 所以写成坐标就是-31 所以呢 随着角度改变 它的xy坐标也会跟着改变 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圆 缩小为原来的一半 所以呢 变成半径是1 那刚刚30度的情况 1跟刚号3 就会变成原来的一半 分别是-3 2分之1 那我们把单位圆 什么是单位圆 就是圆心在圆点 半径是1的圆 上的点坐标呢 表示为cos cosc 跟sinc 所以刚刚呢 这个 原本的点坐标 是2分之3 2分之1 我们把它写成cos 30度 30度 好 所以同理呢 在45度的情况下 刚刚的2 变成1 更号2 都变成了2分之2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的点坐标 我把它写成cos 45度 3045度 好 同理 60度的情况下 1分之1 2分之3 我们把它写成cos 60度 3060度 所以到第二向线的时候呢 好 大家可以以此类推 我们把它写成cos 120 3120 135度的情况下 好 150度的情况下 都是一样的 所以想一想 这和我们以前学过的三角函数的定义有何关联呢 好 我们回想一下以前曾经学过的三角函数 例如说以这个30、60、90为例 我们的扇值指的是2分之1 30度 指的是斜边分之对边 那cos值呢 cos30度 指的是斜边分之0边 2分之3 那我们把它放大 变成原来的10倍 那这样的话 我3030度 就是20分之10 还是1分之1 那我的cos30度呢 就是20分之10 3 是2分之3 那反过来 缩小的话 好 变为原来的一半 这个时候呢 我的30度 就是1分之2分之1 还是2分之1 cos30度 1分之2分之3 还是2分之3 所以回想一下这个过程 我们不管是放大 还是缩小 什么东西是不会变的 好 是这个角度 30度不会变 那什么东西会跟着改变呢 我们的大小会改变 边长会改变 但是我们的边长比呢 边长比都是维持一样的 3030度 cos30度 所以我们在斜边是1的情况下 这时候我的对边就刚刚好是它的3值 我的0边就刚刚好是它的cos值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当成一个新的定义 接下来我们看原则参数是 回顾一下刚刚的过程 30度的时候它的点坐标 我们写成形态是cos30度 3030度 45度的时候它的形态是cos45度 3045度 60度的时候呢它的形态是cos60度 360度 好 所以另外一边第二项线也是一样 大家可以注意到 随着不同的角度变化 它的形态都是固定的 只有角度跟着改变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半径1的时候呢 它的参数是 我们把这个角度定为θ 那我的xy值就分别是cosθ sinθ 好 那我们把这个 是不是所有xy是cosθ sinθ的值 都会满足这个圆方程式呢 所以我们把它带入原来的圆方程式 好 你会发现它们平方相加 得到结果就是1 那跟我们以前学过的平方观念是一样的 那这边注意一下 θ的范围 它是绕了一圈 所以θ是从0度到360 那为什么有一边等号 一边没有等号呢 好 因为0度跟360的位置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取0度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如果是半径2的时候 好 那你可以想像是原来单位圆 半径1的情况在放大为原来的2倍 所以呢 我们今天我们的圆上的每个点 x跟y坐标 也会跟着放大原来的2倍 就是2cos23 同样的我们把它带入原来的方程式 看看是不是会满足原来的方程式呢 所以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也会用到平方关系 cos平方的3平方等1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方程式的 好 所以呢 这边也是有一个GeoGebra的部分 等一下会操作给大家看 好 同样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圆的参数是 我们一样输入t 然后呢 它会叫你创立一个拉杆 然后接下来我们刚刚用cos跟sin 来表示这个参数 所以 记得在打变数的时候 中央用括号分格 然后sin t 然后enter 那你在移动它的时候呢 记得 你像平常移动是不会有轨迹的 所以呢 你要在这点的上面按右键 然后显示轨迹 这时候你在移动的时候就会有了 但你会发现我在跑的时候好像 会重复跑道耶 因为t间是角度嘛 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t的范围是0到360 那因为这边单位是弧度 所以呢360的部分 就是二拍弧度 那pi要怎么打呢 其实就是打pi就可以了 好 然后按enter 那我们再跑一次这个范围 这边可以清除它的轨迹 好 那我们再跑一次的话 一插快速度 它就刚刚好会是跑完一圈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跑半圈的话 这边就要改成180度 就是pi 好 一样enter 那一样我们可以这边清除它的轨迹 再跑一次 那就会是这个半圈 好 那你可以自己改变这个参数的范围 就会得到不同的 不同部分的圆 那今天呢 我们以后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呈现这个参数是 我们利用curve这个指令 然后第一个部分是x的值 这边是cos t 然后呢 再来是y的值sin t 好 再来说明t的范围 t是从0到2pi 这时候我们按enter 好 它就会显示一个参数的情况 我们把其他的图形都关掉 然后这边一样清除轨迹 好 你会发现就会蓝色这个部分 就是它的参数式 那你今天如果改变这个范围率 比如说改变只有到pi的时候 就会剩下半圈的这个图形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 然后同学可以利用 觉不觉不觉不觉来试的操作看看 那我们看一下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圆形00半圈是r的时候 它的参数是x就等rcos t y就等rcos t 那这个r的部分 就是指我们的半径 所以我们来看个例子 例如圆形00的情况下 半径是4 那标准式就是x平方加乎0方等于16 那参数式的部分是什么呢 好 根据上面刚刚的结论 就是x等于4cos t y等于4sans t 那记得0度小于等于4s 小于360 这个是参数的范围 那如果是刚刚3的情况下 标准式 相信大家不陌生 x平方加乎0方等于3 那我的参数式的部分 就是x等于 更好3cos t y等于更好3sans t 同样的0度小于等于4s 小于360度 但是呢 我们想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圆 它的圆形都在00呢 好 今天如果把这个圆形 改变在12的话 半径一样是2 它跟原来的圆形00的情况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可以想象这很像是 就是把这个圆 从00移动到12这个部分 所以我的圆形 往右1 往上2 到了一个心的圆 所以圆上的每一点 每一个点 都跟着被平移了 都往右1 往上2 所以心的圆 上面的点做标 就可以写成1加2cos t 2加2sans t 就是圆形在12的时候 它的参数是 那同样s t 0度小于等于s 小于360度 那在更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半径是r 圆形在圆点 是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今天呢 把它平移到hk 新的圆形在hk 那我圆上的点 应该如何表示呢 就会是原来的情况 x等于h加rcos t y等于k加r3s 0度小于等于s 小于360度 那我们用这个来说个立体 例如说圆形在hk 半径是r 这个时候圆上参数式是 x等h加rcos t y等k加r3s 这个hk是圆形 r是半径 所以我们来举个例子 例如圆形在12 半径是4 这时候圆的标准是呢 就是x-1的平方 加y-2的平方等于16 那参数式应该怎么写呢 就是x等于1加4cos y等于2加43 可以想象的是 从圆点平移到12这个位置 那同理 如果今天圆形是-3 1 半径是刚号3 那我的标准是 就是x加3的平方 加y-2的平方等于3 那参数式的部分就是xy x等于-3加刚号3cos c y等于1加刚号3 c 那0度小于等于c 小于360度 以上呢 就是今天教的圆的参数式的部分 大家呢可以再熟悉一下内容 然后再做更精进的题目 谢谢大家